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因为长期下来 基本上我就会累积到一个点 我就会找按摩师按摩 但是一般的油压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了 然后因为我的按摩师是跟我讲说 因为我的压力 工作压力高压 所以就常常肩颈痠痛 他就会帮我按那个膏肓穴 但是不是用指铺 他是用手肘这样按你知道吗 但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痠 很舒爽 但是可能就是舒服了三天 慢慢的那种痠痛又会回来 回来之后我又累积到一个点 我又去找我的按摩师 就这样一直循环 但是这是我自己 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我家附近超商的一个女店员 因为常常去高官 所以就变成好朋友 那他大概就是三十几岁 那你知道吗 因为他你知道超商的女店员 其实他的工作还蛮多的 但是他是一个生活作息 非常正常的人 不抽烟也不喝酒 但是他也还是必须要搬一些重物 所以他常常就是背痛痠痛 这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那因为长期累积下来 你就会发现他的 有点驼背 对 那有一年就是在去年的过年 其实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怎么了 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你知道过年去上班的时候 其实薪水是双倍的 然后他又想要多赚一点钱 所以他就排了大夜班 那你知道排了大夜班 刚好他去跟晚班交接的时候 是晚上十一点多 这个时候刚好货运物流就过来 他就是把那个货进来 那他就开始去搬货 但他搬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突然觉得 他的背又好痛 又开始痛了 又开始痛了 但是他就觉得奇怪 这次的痛法很不一样 因为他以前都是痛下背 但这一次是左背 对 左背就突然很疼痛 然后就呼吸有点急促 你知道吗 然后就觉得又开始冒冷汗 然后刚好很幸运就是 晚班的同事还没有离开 看他这么不舒服 赶快送他去医院 然后去做急诊 对 因为他整个人 整个人就是已经痛到不行了 后来送到医院之后 就趕快插心导管治疗 所以根本是心脏的问题 对 不知道 他就是说 还好及早发现 因为他其实是心肌炎的前兆 后来一问之下 原来他的父母 都是因为心阴性的疾病而早逝 他其实有家族性的疾病 但是他都没有好好照顾他自己 这就是我们听到的 居然是跟心脏等等有关 可是数捷里面看到的例子 有的又是症状很像 但是又不是心脏的问题 这真的好难分 对 有时候真的非常难分辨 我必须说 我印象最深刻 我先讲我们 以前我们公司有一个高层 他其实当时也以为是自己背痛 然后背痛他那时候去就医 在某医院的急诊堂了很久 后来是因为我们更高层 去看他的时候想说 怎么会一直倒在这 怎么会这样 沒關係 赶快转位 转院去别的医院一检查 他是心肌梗塞 所以对 像跟小柯他讲的状况很像 可是另外一种情况是 有些人看起来很觉得自己应该很严重 可是不一定 之前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有一次 可能是就是跟人家有一点点局语 然后就发生就是争吵的事件 就很不幸 双方就开始干架 干架之后 就会拿什么酒瓶 拿什么椅子这样敲 就他就被敲头 你知道 敲头当时也做了处理 但是很奇怪 那一次之后他就发现 他常常会有不自主的 叫做胸痛 而且他是左胸痛 左胸痛有时候甚至 连左上肢都无力 所以一直觉得完蛋了 是不是因为胸痛 然后连病 左上肢无力 有没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或干嘛 所以三不五十 就挂医院去急诊室 去急诊室还做心电图 就想说应该是心脏问题 可是看起来心电图 好像也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一直被当作心脏的问题治疗 直到有一天终于发现他的真相了 他不是心脏的问题 原来他其实是那一次干架的事件之后 造成他在颈椎 颈椎的第二节 第六节 还有胸椎的第三节的地方 有错位 然后医生是说 有可能是这些错位 因为像胸椎的地方 有些他是跟我们心脏的自主神经 可能是相关的 所以他其实是胸椎错位 造成他那些神经的问题 所以是那里在痛 是脊椎的错位 而不是真的心脏的问题 后来开始针对这些治疗之后 这些类似心脏病的症状 就不要而已 所以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上背痛 或一个背痛 他背后隐藏的原因真的很多 像刚刚提到两个例子 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然后你看这边还有乳癌转移 甚至跟我们的肠胃有关 尤其过年的时候 大家吃太多吃太好 很多人有肠胃问题 胃食道逆流 以这些来讲的话 他的痛法有什么不一样 那怎么会全部都在背 不就是心脏痛应该在前面吗 其实我们要说一下 背痛这件事情 你要自己观察 如果你的背痛 像小Call说的 他按一按就好了 其实这种的通常 或者是你有一些 我们说这个救伤 比如说你常常会需要 很专心的这样立直 或是你会一直打电脑 或是你会一直驼背 这些当然都会是一个 疼痛的可能的来源 然后如果你有一些疼痛 它可能是莫名的出现 持续的出现 而且它是越来越严重 我其实觉得这种疼痛 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警讯 就是代表你一定要去找医生 不要再去找按摩师 或者是什么 一直想说再拖一天 我先讲个恐怖的 跟一个其实真的有时候 下背痛有时候是还好的 一个是真的比较严重的是 一个50多岁的阿姨 这个阿姨她其实本来 是腰酸的问题 那腰酸其实对于很多的上班族 或者是家庭主妇 非常正常 因为你每天都要扫地板 你要拖地 你常常会觉得腰酸 所以当然她一开始的选择 就会是贴一些那种止痛药膏 贴一些酸痛的药部 结果后来发现 这个疼痛一直没有缓解 甚至最后她的感觉是痛到 好像有虫子往里头钻 我听到就觉得好可怕 我觉得有时候女孩子 真的是疼痛 痛骨头里面的感觉 对 我觉得有时候 女孩子疼痛力真的之强 她是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看医生 直到这个钻的感觉 让她没有办法下床 她家人才说 你这个该去看医生 她才去看 但那个比较可惜的就是 后来的时候到医院 医院一看就知道 这个不太对 最后是乳癌 转移到骨头 乳癌 对 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 尤其是女性 因为乳癌现在发生率 其实很高 乳癌其实她会转移到 比较喜欢转移到两个 算是器官 一个是肺部 另一个就是骨头 那这个骨头 会转移到哪些骨头 比如说脊椎骨 有些时候会转到肋骨 有时候会到骨盆 有时候会到我们的四肢 所以说实话 蛮难判断的 她比较好判断的是 因为有时候她吃到的 这个骨头的痛 那种痛法 基本上的人是 比较难忍受的那种疼痛 你说像虫在咬 深入骨头那种感觉 对 非常非常的痛 有时候甚至我们在临床上 会需要用到一些 比较积极的止痛药 类似马非 才能够将这种 很严重的疼痛给压下来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长久的痛在某一些定点 它不一定一个 有时候骨头转移 是一次到好几个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要小心 但是我们要讲一下 就讲一讲 大家吓得要死 想说惨了 我是不是要做全身健康检查 有时候其实也未必 我来讲一个是 胃食到腻的 那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男生 那他其实来的时候 他带了一大堆的健检报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背痛 合并到胸闷 那背痛到胸闷 其实他很有医学常识 他就知道说 这边跟很多器官有关 跟肠胃道有关 跟肺部有关 跟心脏有关 于是他其实做的都是高阶 所有检查都做 胃经也做了肺部X光 低脊掉的断层 心脏的所有什么 该做的解答都做了 问题是没有问题 但是他背还是痛 而且会痛到胸口 那其实我在听他描述的时候 我其实有想到一个症状 叫做非典型性胃食道逆流 什么意思呢 胃食要逆流多数的症状 叫做灰蛇心 就是他会觉得 这个胸口灼热 然后会觉得好像打嗝 消化不良 可是有一些人症状 是比较像咳嗽 胸闷 那个闷跟颈的感觉 会延伸到背部的疼痛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 我听完他的很多症状 跟他的这个疼痛的时间点发生 我就给他开了一个 为什么你流了药 起初他不吃 因为他觉得 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讲我的症状 他觉得怎么可能是这个问题 我都做了那么多检查了 对 直到后来 他后来就再也没讲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吃完药后 过了大概一周后 就症状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有些人 他的原因是来自一些很特殊的 算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疾病的症状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的疼痛 你一直觉得 你已经做健检了 你也做了检查 你自己也了解自己了 但是还找不到原因 我不妨建议你去给医生看 然而有一种 其实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背痛很 你需要找专业的医生 原因就是 其实我们的很多内脏的疼痛 它会用皮肤的表现来表现 有些往前 就是前胸或腹部 有些往后面的背部 这个叫做内脏的转移痛 那那种内脏转移痛 其实的位置 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这个胰脏 或者是胆 他其实他的疼痛的位置 有些会在背后 就比如说肝脏 他的疼痛位置 会在右边的背后 那胰脏的位置 会在左边的背后 那其实这种疼痛很难 正常的人很难联想得到 所以假设说 这种内脏的转移痛 也就是说你这个痛 你按下去了 但是他的感受 仍然是没有办法直接缓解 时间又非常的久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你可以去找一些专科医生 加一科医生 先去给他做第一步的判断 其实这样才是 比较完整的一个选择 像一期你就遇过 大家原本以为是五十肩 结果其实他痛的地方 就跟我们的肺部转移的痛有关 那这到底要怎么样判别 好 因为只要有肩痛 大家都说我五十肩 每个人都说我五十肩 踩不起来 可是大家要知道五十肩 就是如果鉴别诊断 真的是五十肩的话 你经过肌肉 筋膜这些处理 应该都会得到 蛮明显的改善 只是时间会长一点 可能两个月 三个月 可是我之前就接过一位大叔 大叔他其实在很多医院诊所 都逛过了 shopping过了 那他其实做了很多的附件 甚至真身治疗 打针 什么都做了 那这时间已经长达一年 然后就一年后 流转到我这边来 那我检查过 我说不对 因为如果你都做这么多治疗 而且已经一年了 因为五十肩 就算你不做那任何治疗 一年以后 其实他已经也不这么痛 他只是角度受限而已 那这里面我就说 你要不要去大医院 照一下电脑断层看看 这不太对 不太对净 结果一照出来 肺癌第三期 你知道吗 好可怕 他一个月后 我听朋友辗转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是不是很可怕 所以到底 他才几个月时间 就是他中间 已经治疗一年的肩痛 但都不知道 其实是内脏的问题 对 是肺癌第三期 已经 其实这一年 如果早一点做电脑断层发现的话 他其实搞不好还有救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判别 包括五十肩 跟刚提到的 可能不是五十肩的问题 对 那其实肩膀的问题 我们通常都会做几个角度 那最基本就是肩有一个 往上抬 然后往侧抬 然后还有什么 往外旋 是 还有一个叫这样子 背背后叫往内旋 所以 那可是五十肩会有一个 最经典的 就是他有三 其中三个角度 是受限最严重 好 现在观众朋友可以跟着 一起来坐坐看 看自己有没有受限 第一个就是这样 手摆在前面 大手臂靠着 然后往外旋转 那你看我们 现在每个人好像 除了因为心眉被卡住 五十肩都会靠住 每个人大概 基本上都可以到八十或九十度 这是零度 这九十度 可是你知道真的五十肩 他可能整这样 他五度 移不出去 真的喔 对 你稍微再推他一点 他会揍你 他很痛是不是 对 真的很痛 这是这个最经典的角度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外展 外展 那手心要向前 因为你手心向内的话 本来就会卡住 手心向前外展 我们都可以到耳朵这边 对 凯云好像有点卡住 这样吗 对 但他们大概只能到七十八十 这个以下 基本上是上不去 OK 那另外一个最经典就是 背背后 那其实 我们大部分右撇子的话 本来像我左边都可以到这 我右边只能到这 那右撇子 是因为我们常常用右边 其实都多少有点 所以要看两只手 是不是能够平均碰到一些地方 对 那除了角度受限 还有就是会不会痛 像我其实不太会痛 可是有些人 他们没有办法擦屁股 上厕所 只能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 这种就是典型的五十肩 对 这三个角度 好 那话医师 像胰脏方面 或者密尿道方面 为什么也痛在背 因为你的后背如果疼痛的话 你位置如果偏低 你如果你的疼痛 大于你应有了受伤的程度 你就要很小心 尤其持续超过三天以上 譬如说胰脏癌 它刚好是在我们的胃的后面偏左 紧靠着脊椎的前面 所以它一旦发炎 它产生了那些发炎的物质 就直接吃一道脊椎 那因为很多神经是往上传 也有往下传 所以你除了局部的 肠胃道的症状以外 譬如说你吃脂肪性的东西 或怎么样 拉肚子或是说 深部的腹部疼痛 但是你背的疼痛 如果你躺的时候更痛 晚上睡到痛醒 但是你要坐着睡 这时候你要考虑到 你的胰脏是不是已经有发炎 尤其在中间下面的后面 另外一个 因为在胰脏的后面 如果说因为你肾脏结石 或是什么感染 一发炎以外 除了你会产生一个腹部的症状 还有腹骨骨往下传的症状以外 另外一定会有一个 后面会有一个顿痛 或是说一个肌肉的绷紧 这时候医生只要做一个 或是你自己要轻敲 这种轻敲 敲内脏 那内脏的疼痛 你是不可能忍受的 它可能往上传 可能往下传 往上传 可能传在肩膀上面 左边的肩膀 比如说左边的话 如果是左下方的话 可能传到腹骨沟 像这种的话 如果说再往下传的话 就可能是泌尿道的感染 或是结石 这个时候 他一定是往上传 往下传他的症状 所以我们医生在看这个时候 也肯定从他的自主神经 表现出来的症状 还有下腹部或腹部的症状 还有后面 产生的背痛的症状 来鉴别诊断 但自己最轻松的就是说 你的症状 如果只是一个泌尿道 想办法 应该是在前下方 可是你的背痛是在后方 持续 而且两个病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间是持续 而且加重 钥匙往下 往时无效 这个时候你要请医生 帮你解决 他的问题在哪 千万不要轻忽背痛 因为他的原因真的很多 如果你爱按 会缓解 公喜牛就是肌肉的问题 但如果不会缓解 就要去找背后的原因 搞到最后来看 上很多人高慌痛 而且你一定听过病入高慌 为什么高慌穴会这么样的痛呢 尤其上班族 电脑族特别容易犯 怎么缓解 马上回来 其实这段时间因为打疫苗 那么很多人 背有点抽痛 或者胸有点痛 其实就开始紧张了 素卿你认识一个 就以为说自己打了BNT 快要心肌炎了 对 因为他本来 就是一个年轻的肌肉壮男 所以在疫情之前 其实都有那种高强度的在断裂 要维持自己肌肉状态 可是没有办法 疫情比较严重的期间 就是连健身房 都没什么办法去 因为要戴口罩或干嘛 所以休息了一阵子 休息了一阵子之后 他就开始想说 还是赶快打疫苗 可以恢复 对不对 打了疫苗 是不是觉得自己 就可以开始运动了 没想到奇怪了 怎么开始有点胸悶 怎么开始有点喘 开始觉得背痛了起来 想说完蛋了 完蛋了又刚刚还是打MRNA疫苗 就想说该不会是心肌炎吧 因为新疆或什么 不是这样子 就开始运动之后就那个 然后就很紧张 可以去检查 好像心脏也没有问题 后来医生就说 原来他是因为 你的肌肉已经很久一段时间 没有在工作 那你突然间迅速的恢复 非常高强度的运动 可能这样造成他的膏肓痛 不是 心脏痛是膏肓痛 因为医生就说 他们现在真的很麻烦 因为这段期间 只要任何本来常常见的疾病 都是疫苗造成的 没有打疫苗 你可能会想到 因为打疫苗都先怪他 所以绕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不是 是你肌肉造成的膏肓痛 我们真的常常听到什么 病入膏肓 提到膏肓就觉得 好像特别严重 因为我的朋友 其实也是受膏肓痛之苦 像我自己也会常常 有时候会膏肓痛 但是我去找按摩师案 但是我的痛感 没有他这么严重 他已经痛到 开始去找那种西医去复健 然后中医帮你针灸 或者是针刀治疗 针刀 针刀 对 然后后来他发现 他做这样的治疗 完全都没有 就是没有好 对 然后每次一痛起来 他就会发现说 他只要痛起来 他就没有办法专心工作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辞掉工作 专心的去治疗他的膏肓痛 那他是痛到已经没办法 他已经痛到吃不愈 这是快要死人那一种 他痛起来就很难受 痛不愈生 对 然后后来他去治疗之后 他专心治疗 真的被他治好了 他觉得他有重生的感觉 后来现在又找了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重新开始 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压力过大 但是他之前可能长期 就是要坐在电脑前面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不是因为他治好了 这个真的很难治 OK 好 我要先问一下易欣 因为其实确实大家都有很多肩颈痠痛 膏肓这个地方也容易痛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你说不只是颈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有的地方太懒惰了 不工作 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张图就是先看这个右边 这是肩胛骨 那肩胛骨内侧 这个有点像菱形的 粉红色这个 还有蓝色是叫菱形肌 那他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把肩胛骨夾起来 所以大部分很多人驼背的时候 就是都这样 然后大家就说 我要矫正驼背 那我们就努力夾 努力夾 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 你膏肓痠痛 膏肓就是在这个肩胛骨内侧 膏肓痠痛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 有些肌肉他本身过度用力 你用错肌肉 那他这个肩胛骨的菱形肌 本来就不是负责挺胸 真正挺胸的 应该是其他人 但是他过度夾了以后 那你膏肓就會有 你摸起來 其实都会有 一条条的像绳索 在肌肉上面摸得出来 就像小柯去给按摩师 按 他就用这个努力的按 可是按了两三天以后 为什么又来 因为小柯可能就是用力的夾 那真正我们肩胛骨 应该挺胸的肌肉 不是那个 是哪一个呢 大家看到这右半边 是比较浅层 浅层的肌肉 像这个绿色的背阔肌 跟斜方肌的下面 这个肌肉 它们是走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他这个是把肩胛骨 往下拉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我的动作 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夾 又耸肩了 耸肩就是我刚刚说 第一个原因 这些肌肉太紧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人不工作偷懒 太松了 也就是刚刚下面这个 因为下面这些人 其实是要把肩膀这样拉起来 这样往下 所以这样看起来才是挺胸的 对 所以是下面那些有猪队友没有用 没有努力工作 造成上面太紧 所以大家都常常都高慌痛 那所以要解决这两个原因 就是把这两个解决掉 一个就是把这些没有力的猪队友练起来 那第二个就是把这些过紧 最紧的人去放松 那听起来练猪队友相对比较难 对 先放松好了 先放松好了 那放松我们今天分享两个 比较简单 而且在床上或是地上就可以坐 那大家是不是都会驼背 那驼背我们常常就会讲 上交叉症候群 那最紧的地方 除了这个上面还有哪里 就是卷在这里 胸口 那这个除了上班族 还有就现在妈妈很多抱小孩喂奶 喂一个小时 这边都很紧 所以我们等一下分享的呢 有两个动作 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胸大肌 把它拉开 打开啊 对拉开 那第二个是什么 自己在家做整脊 把这个胸椎把它做往后 增加它往后的活动度 只要你的胸打开了以后 你的颈椎跟腰椎在上面跟下面 它就会得到压力的缓解 其实蛮有效的 好 那我们先做第一个 你说胸大肌要打开嘛 好 那胸大肌打开呢 请大家 在床上 先这样子 然后側左 側左 那因为胸大肌以前 我们常常都靠墙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 側坐在床上 那另外一支手 请摆成这个摸字形 OK 摆在这边 那我们要拉的是这个胸大肌 那胸大肌就是从胸脸到手臂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角度把它拉开 所以我们这样趴着 那脸跟头可以先靠着 那我们配合呼吸吸气 好 吐气的时候 我们用另外一支手跟身体 把上半身撑起来 撑起来加一些旋转 那个感觉 就好像把这个肩跟胸这边打开 好 这时候其实像我本人蛮紧的 我停在这就蛮紧 那你停在最紧的位置 再吸口气 鼻子吸气 好 嘴巴吐气 吐气的时候想像你的身体可以更压下来 那手可以更旋转这样 好酸喔 好 然后第三个来吸气 好 吐气 想像你的身体更下去 我们做三到五个呼吸 就可以慢慢起来了 OK 这个其实还蛮舒服的 这样缓缓的把胸大肌给慢慢的打开 慢慢的拉开 好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整脊 那我们就踩四足跪姿 好 四足跪姿以后呢 我们让手肘着地 那这个手要宽于肩 好 两脚打开 跟屁股同宽 手宽于肩 因为你手在这里的话 我们等一下做这个动作 你就开不到胸 所以请把手打开 好 在这里 手打开 然后屁股不一定要做到脚跟 我们拎起来就可以了 好 那脖子的部分 请大家不要这样凹着 好 脖子把它拉长 好 那我们一样吸气 等一下我们要动的是哪里 是胸背 也就是膏肓酸痛这个位置 好 吸气 吐气的时候呢 想像你的胸口 这个胸骨 找地板 然后用一点背跟肩胛骨的力气 把你的胸肌 让它往下沉是不是 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弧度的变化 就是我本来圆背 然后压下去它就变平 好 我们一样做三到五个呼吸 来 吸气 好 吐气往下沉 那屁股的部分就是随着你的角度 越来越下去 慢慢自然顺势往下压 那大家有看到我的弧度 现在已经下去 好 来 第三个呼吸吸气 好 吐气再往下压 想像你可以看到楼下的人 偷看他们在干什么 这样子 好 其实这个还蛮舒服的 你这整个背 就会酸酸的 正常感觉就是酸酸痛痛 所以把它放松之后 也可以舒缓高方面的疼痛 高方痛 对 好 那华医师 这一张你说 一定要让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在这个 所谓上超差症候群 就是我们背部这边 有时候肌力够紧 就是上刚一星提到的 有一些地方就会连带的痛 那你要教大家做的动作是什么 我要教的动作的话 就是让大家如何 把高方上面的肌肉 从颅底到肩胛之间 到你的胸腰最交界的肌肉 完全放松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主动 也就是把背部的肌肉拉紧 然后再把前面之前 因为过紧造成酸痛的胸大肌 跟阔背肌给它放松 很简单 拿一根比肩膀稍微寬一点的棍子 往后倾斜 所以在家里搭拿一闪也可以 对 毛巾可以吗 可以 毛巾也可以 往后 手要放到后脑 放到后脑 好 这个动作不是只有左右 是 花医师强调是要往后 对 左 左后方 或者是右后方拉 这时候你可以把前面的胸大肌 跟阔背肌 过度的绷紧拉松 因为往后 所以你的颅底 上面底下的斜方肌 头夹肌 颈夹肌 都可以完全给它放松 OK 同时因为肩胛肌肌当中 最重要的菱形肌 也自动缩缩 所以做到最后 你可以检查一下 你是否做得 一个很完全健康的高盲区 就是图上所说的 要能够有一条线 深凹到底 脊椎这里要有一条线 深凹就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也可以用弹性绳 这个的话 这个对我们来讲比较难 比较适合年轻的 这时候手掌是朝上 然后一边持续五秒 这有练肌力了 对 这是主动的 好 觉得这有点像 已经上健身房的概念了 对 因为这个袋子非常便宜 所以棍子雨伞都可以 OK 所以在家里一定要多次数 然后低重量 然后要习惯性的去做 它能够保持你肢体的症跟健康 好 所以弹力绳 或者是家里头的雨伞 其实都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那希美 除了说肌肉方面 可能会造成高慌痛 还有哪些原因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一张图 其实高慌的那个位置 刚刚大家都有提过 简而言之就是你背后的 肩胛骨 跟你的脊椎的中间 这一条肌肉 往下延伸 那当然最直接的 就会是肌肉方面的疼痛 所以刚刚其实专家们都有说到 斜方肌 菱形肌 提肩胛肌 这些地方的 不管是太用力 太紧绷 太无力都可能 然而要特别留意的是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有些神经痛 它的表现也会在这个位置的疼痛 比如说像是从我们的颈椎 有一个是第五节的地方 跑出来的一条神经 叫做背肩胛神经 这条神经 其实当假设说你的这个颈部 有些人活动力不好 比如说现在很多上班族 你的脖子 根本没有在运动 而导致这个颈椎的地方挟展 这时候也会压迫到 你这条神经 因此连动到整条神经的疼痛 第二种痛是因为肌肉 其实我们的神经 是穿过肌肉 而跑到我们的周边被支配的 所以当你的肌肉过度解锋 有时候也会夹住这个神经 而造成了一些神经痛 所以其实真正的膏肓痛 它除了肌肉的问题以外 我们同时还是需要去 鉴别诊断一下 是不是神经的问题 甚至在进一步要去找 是不是在更上端 也就是关节的时候 颈椎的关节 出了一些关节腔的病变 而导致整个神经 衍生下来的问题 发现是如果是神经方面 造成的高肝痛 它的痛法 跟肌肉的痛法有不一样吗 不一样 如果是肌肉筋貌痛 它痛点在肌肉的表情或生成 你直接按下去 有按就有效 没有按 沒有效 但是神经痛 它是从别的地方 或是有隔一段的距离 从神经孔 脊椎的神经孔传出来 这个时候你一按 你可能按不到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 我急不一按 它照样疼痛 没有效果 或是说你去做中医 或附健治疗 同样的部位 同样的按摩 还是持续的反复的发作 你要往上找 是不是找到脊椎的神经孔的位置 或是神经所里面产生的一些压迫 或是说病变 或是发炎 或是长了什么东西 了解 这是要请医生来诊治 好 这很重要 广告之后还要来看 很多人就是因为背痛的关系 觉得躺着睡不舒服 他干脆趴着睡 到底趴睡好不好 还有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 帮我们身体修复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重点 马上回来 过年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 平常像我们早上要上班 还要送小孩等等的 所以过年期间 你们两个是睡到自然醒 还是像平常一样规律 当然一定要睡到自然醒 对不对 没有 像我就是过年期间 就是吃饱睡 睡饱吃 然后在醒着的期间就是在追剧 所以他就是一整个完全就是变成一个 照猪羊的状态 对 我也是想说照猪羊的概念 可是我常觉得 有时候这个一段时间觉得很欢乐 就是你完全不遵照你平常的作息来做事 可是这有时候会种下恶果 怎么说 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 他就是想说也是一样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有廉价这么长 所以当然就是能够睡的时候尽量睡 可是很奥妙 就是睡的时间变很长 他并没有觉得比较不累 就是睡很长之后 有时候还是觉得腰痠背痛不舒服 然后觉得人也不是很清醒 更惨的是因为作息开始很混乱 该睡觉的时间在醒着打牌在聊天 那该醒的时候一直在睡 所以后来他真的就觉得精神也不能集中 后来终于要回家开车 对不对 不知道送老婆回娘家干嘛 结果就撞车了 因为精神没有办法集中 可是我真的觉得睡眠会影响很大 因为之前有个医生跟我说 他有个患者也是 那个直到他撞坏一台名车之后 才决定要去彻底检查 为什么自己怎么睡都睡不饱的问题 因为他赔了多少钱 那台名车 他说刚买来就有200多万 一上路没多久就撞了 所以很麻烦 如果说上背痛都可能跟一些疾病有关 那这个睡不好 比较麻烦的是背后的疾病 也是你们比较担心的 对 其实我们常常会讲失眠失眠 那通常失眠 其实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定义 就是看你白天你睡的时间够 可是你白天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好 就是假设说你今天明明 你也睡了8个小时 可是你白天还是觉得很疲倦 回过头 其实这种我们也会认为 睡眠的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然而这种睡眠状态 有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深入去找原因 所以假设说你发现 其实你也没有入睡问题 可是你白天都是很累 可是医生都说6到8小时是正常 我也都在正常睡眠时间 怎么会这样 这时候通常我们建议 你做第一件事 去回顾你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东西障碍了你 那我大概讲三种状态 你可以现在观众朋友 就可以开始想 有没有其中一种 原因是为什么 这三种其实都跟疼痛有关 然而这种疼痛 往往在你睡觉的时候 它会隐隐的把你叫醒 让你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睡不深 睡不沉 所以往往你在白天醒来的时候 其实你有点像是 一直在一个很低效率的睡眠中 所以你的反应可能是 我有睡早 可是我一直在做梦 或者是我虽然有睡早 但我白天很疲倦 那哪三大症状 大家其实可以参考 第一个症状就是 你醒来的时候 突然会觉得在床上 不能动 因为很痛 人起不来 有些人会对这种感觉 就是我的床是不是太软了 或是我是不是 昨天太累了 导致我的这个背部不好 很多病人 其实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但其实要特别小心的是 在我们有一个疾病 叫自体免疫疾病里头 有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会特别攻击的是 我们的脊椎 那这种时候 自体免疫的问题 它通常会有一个 我们医学上 比较专有的名词 跟我们叫做 经典表症叫做 Morning stiffness 也就是说 你白天起床 会特别僵硬 因为那些沉淀物质 在你躺着的时候 它会一直沉淀在 它要沉淀的位置 所以白天一起来 这些地方是很硬 跟很痛的 它的名字叫 僵直性脊椎炎 我之前曾经真的有病人 他说 他人生最厉害的收集 什么都不是床垫 他说他收集了 十几张名床 一直换 对 都没有用 直到最后他才觉得 是不是要看医生 结果后来确定 他就是僵直性脊椎炎 他的表现就是 白天起来的时候 疼痛感很严重 所以如果白天起来 你觉得第一个 动的是很痛的 但是动一动 你觉得就舒服了 这种要很小心 叫做沉间僵硬 这种其实还是 建议去看医生 第二种是 你会不会常常觉得 你睡觉睡到一半 脚好像那种形容很多 有人说是会痛 有人觉得脚 就是不舒服 一定要动一下 有人觉得很像是 蚂蚁在咬 有些人觉得是痒痒的 都有 就是睡到一半 想要踢一下 动一下这样 对 就是如果 你是不是会觉得 你睡到一半 你会觉得你的姿势 怎么样都不对 就是要动一下才会好 其实有个很有名的名词 叫做腿不凝症 它其实是一个大范围的名词 它背后有很多含义 比如说缺点性贫血 有些孕妇会有这个状态 糖尿病有时候也会有 然而如果你觉得 你睡到一半 动一动才会好 其实在晚上的睡眠 时间一定会被打扰 然而它可能背景 是有疾病 你是要去找到的 那再来一个 这个就比较特别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睡觉到同一个姿势 就是你每一次 睡左边就会痛 那睡右边就会比较好 所以你最后都会发现 你不管怎么睡 你睡到左边 就是睡不痛的那一边 对 你最后你发现 永远都是同一个姿势起床 那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睡另一个姿势会痛 我之前就有个阿姨 她是已经80多岁了 她来看的时候 一开始她的主数叫做失眠 所以当然我们不疑有 她一直治疗失眠 在过程中陆陆续续 她其实就跟我讲一个 关键字就是 她只能睡右边就正常 她只能睡右边就正常 可是因为她都没有提到 她左边会痛 直到有一天她跟我说 她没有失眠问题了 原因就是 后来同时她去看骨科 骨科医生发现 她其实有50肩 所以她的50肩的表现 比较不像我们正常的表现的 这个手的疼痛 她的表现比较像是 那一区她不能够长久的 对 位置那个位置痛 所以其实还是要 特别小心的就是 如果你有像我们刚刚说的 三种不同的表现的 回想起来睡眠的情境的时候 其实你的睡眠问题 可能不是睡眠问题 而是疼痛问题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既然痛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背痛 她干脆就趴着趴睡 但益心说这个趴睡问题 还蛮多 对 那个趴睡要小心 不小心还会挂掉 没命 我是讲一个 因为我前几天才发生的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学生 我学生其实因为我们都是预约 他很少会请假临时的 那天突然打来说 对不起 老板叫我去帮同事带班 我说怎么了 她说我有个同事 昨天因为趴着睡觉 睡到半夜突然没办法呼吸 然后天旋地转 然后赶快送台大急症 我说怎么了 她说因为她趴睡 那个盐脑 我们的脑 有个叫盐脑 它是呼吸中枢 因为它上面有控制 我们吸气呼吸的神经元 那因为趴睡的时候 那个盐脑缺氧 因为脖子扭过去 所以那个盐脑缺氧以后 它整个没有办法呼吸 然后赶快送急诊 它差点走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趴睡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们去按摩的时候 其实都会趴的 都会挖一个洞 可是我们在家 并没有那个洞 大部分都怎样 我们一定会把脖子 扭过来 对不对 不管有没有枕头 我们都要这样 不然我们没办法呼吸 可是当你这样扭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我们脖子前面 大家看到这个 前面这个颈动脉 它其实就是控制 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 所以曾经因为有人这样 颈动脉 如果你本来就是高血压 然后血管壁比较好 你这样子可能血流更不深 你可能就中风 OK 不好意思 那趴睡还有什么问题 趴睡的话 最主要的话 就是你本来的身体 你的颈椎 跟胸椎 你本来就有自然的曲线 还有你腰部也是一个往前 下它的自然的 前凸的曲线 因为你睡觉你是朝上 就违反了自然的原则 再加上 你不可能直接鼻子 嘴巴朝下 所以你要旋转 这一旋转 你会把颈部跟肩胛的肌肉 完全扭曲 尤其是肩胛肌 斜方肌 这一扭成一边的时候 还有那个胸索乳突肌 所以你醒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闹疹 闹脖子 就是单车的用力 尤其朝天的这一部分 会过度的拉扯 这个时候你一起来就闹疹 这个时候你只能同一个方向 那所以一心 以你自己的经验 后来你大概在睡眠上 会注意哪些重点 我们讲到睡眠 那如果要睡得好的话 一定是我们要有深度的睡眠 所以我后来 这是我自己睡的床垫 那这个床垫 它是东京奥运的选手村 他们指定使用 那大家知道 如果连运动员 这么肌肉筋膜容易紧绷 人都用这个话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选呢 因为它这个有个特色是 大家看这个床 它有三个不同密度的格子 这个比较大 中间好像比较密 这个比较密 然后这个是中等 那差别就是在 它是告诉我们 这一段中间 在我们骨盆跟腰椎 这中间三分之一 它下面的密度 它是做比较密的 那它具有比较高的弹力 那为什么呢 因为比较高弹力的时候 我们晚上通常 我们成人正常会翻身 二十几次嘛 那翻身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在家里睡弹簧床 翻身像我都会 会晃动 所以只要 像我学生都说 一翻身就会醒 可是如果有 比较高弹力的支撑的话 其实你很轻松 就可以翻身 几乎是没有感觉 然后隔壁的人 也没有感觉这样 那我们骨盆跟腰椎 得到好的支撑的话 我们上面的颈椎 也会得到比较好的支撑 那这个床垫 其实它两面 都可以睡的 它这个像这个 比较绒布的是东面 那这边比较凉的 网眼布是下面 那另外大家可以看 这个八公分 其实算薄点 那除了可以 直接在榻榻米上使用之外 它其实可以加在 我们原本厚的床垫上面 也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支撑 那我们请肃清测毯 测躺 我们请肃清测躺上 先借我去看看 对 它压起来其实密度是不同的 不一样 那脚是适中 中间比较弹 是不是 中间比较有支撑力 这个是不是比较松 这边就相对比较松 比较软一点 你会觉得比较浮贴 那隔子比较大 那为什么 就是那种弹起来的感觉 那这边是适中 那请肃清测躺 测躺 测躺面向冰箱这边 好 那我们身高不一样 要照着隔子睡吗 其实它这个都算好了 就是不用照隔子 因为你看像肃清跟我身高不一样 可是睡上去大概都差不多 好 那我们两脚弯曲疊在一起 往前 对 好 那我们注意一下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骨盆比较密 那为什么它要设计这个肩颈 这上面三分之一 比较软一点点 因为我们会发现 我们是不是有个肩宽 对 那我们在测躺的时候 就常常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像 我们看那个图片上 上面那个人 他是一个男生 那他肩宽测躺的时候 如果那下面的床垫 没有比较 让他陷下去 他就把你的肩膀推上来 有点像突起来 就像刚刚欣梅说那位阿姨 他是不是永远都不能睡左边 因为他左边本来就有问题 那又把他挤上来的时候 其实他早上起来都会乱缩 那这个床垫 他有做比较密度少一点点 那就可以看像肃清在测躺的时候 他的肩就可以下沉一些些 让他的生理曲线 也就是他的脊椎 其实侧面看 他还是在我们正常的生理位置 也就是那个图片 大家看一下下面那张人 对 因为上面这个T就歪掉了 下面这个是正的 是 所以他上面那个格子就是 他密度做比较软一点 就可以提供这个肩膀的压力 那大家如果 我觉得大家要选好床垫就看一下 那要怎么找 因为像这个 我不知道肃清肩膀 有没有受伤过 我有 我跟你讲 我就是曾经有被评断为 还没到五十岁 但有五十肩 没有 我特别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找到这床垫 因为他的创办人是一个日本 他是日本品牌 他的社长 他曾经在他的人生里 就出过严重的车祸 那所以他的颈椎受伤 蛮严重的 那颈椎受伤的人 其实很不好睡觉 所以他睡过 跟刚刚一样 就是睡了N种床垫都不行 那刚好他家是做那个钓鱼线 所以他就自己试试看 对 他钓鱼线工厂快要倒了 是他的家族企业 那他就想说 那不然我把工厂转型 好了 我就做一下 他就特别设计了一个 空气编织的床 那这里面看起来 是像钓鱼线那样 空气编织的感觉吗 是 你看 他那个社长就很聪明 大家想到床垫就很重 可是你们看一下这个 薄薄的 好 是不是 看一下 是不是很透明 那很像那个 我们冬天吃火锅的冬粉 可是他跟冬粉不一样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这个材质 他把它像那种麻花卷 他有各种方向的编织 对 它是air fiber 一种空气编织的床垫 那所以他这个其实超容易 清洗的 像有时候我们小狗 貓在上面尿尿 这个其实就是 拿到浴室用脸蓬头 冲得非常好洗 晾个两小时就干了 好 所以其实睡眠问题 真的跟大家的床垫 还有周边的环境很有关 想要睡得好 这些都是必备的 广告中文还要来看 我们刚刚提到 背部痛 为什么他可能跟我们的脚有关 是按脚呢 马上回来 疫情期间 如果你按了之后 会放松 然后背不会这么痛的话 真的是要恭喜你 可是说实话 这段时间也不方便找别人按 你用的方式是什么 好 后来连这个物理治疗师 你也不太需要去见他了 对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超好用 我的病人也说超好用 还特别回诊 跟我说超好用的一个方法 然后超简单 好 那我们要先讲一个观念 很多人的背痛或头痛 他都往往觉得 背痛就是背的问题 一直拼命按背 头的问题就一直按头 或者是就一直去 直吃 直通样 其实我们都忘记 中间的环节脖子 好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上班族 或者是你低头族 追剧族 常常我们脖子的姿势跟角度 都是不对的 而我们脖子的肌肉 其实上下是连动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背痛 其实我们反而建议 你可以让脖子 做一些简单的放松 怎么做呢 长久习惯做 其实可能真的久而久之 我的病人有一个特别回诊 跟我讲说他不用再吃药了 他说痛已经全部都缓解了 这个动作其实相当简单 你现在就可以做 我们把我们的肩膀跟脖子 化成一个十字形 我们的脖子其实正常 我们都会移动 会动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 往同一个方向 做只有大概90度的动 所以比如说我往右看 我往右看 它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肌肉放松 就这么快 就慢慢的来 如果你平常可以慢一点 然后你大概算10下之后 你可以再往左看 其实这是一个 复健科医生跟我分享的方法 他说如果你肌肉 真的会紧绷的时候 你不妨这么做 然后往下点头 一样 你要特别留意的事情 是你不要由左直接往右 这样你会头晕 有些人会头晕 往下点头 然后往上 往上抬头 其实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注意到 有些人会 因为你这边的关节 已经很久的时间没有动了 养成每天 可能每一侧 都做个10下的习惯 我的病人其实就跟我分享说 他本来 我要开止痛 他就叫我不用再 他就说我不用再开 太好了 好简单的方法 而且益心告诉我们说 其实背的痛 有时候是跟腿部有关 伸展一下按摩一下也很棒 对 那我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大叔 又是大叔 他是打羽毛球的 那一直背痛没有好 怎么了呢 教他伸展小腿就好了 为什么 我要看那个图 那个背后筋膜线 有没有 从背一直到小腿大腿 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两个方式 就是都是把后面的腿拉长跟按摩 好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裹旁肌的伸展 裹旁肌就在我们大腿后侧 那我们踩跪姿 那我们要把伸展那只腿放在前面 那另外一只脚就这样跪着 那前面那只脚把脚放到前面一点 这样等一下膝盖才不会卡住 好 那我们手扶着地板 好像要起跑的姿势 对 像要起跑 然后呢 我们把屁股往后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就会拉得很紧 然后再来请看那个图上 大腿小腿再来还有连哪裡 足底板 对不对 足底筋膜也自一自 所以我们把小腿这边勾起来 好 来 一样配合呼吸吸气 好 吐气屁股再往后做 脚底再勾起来一点点 然后做三到五个呼吸 就可以回来了 好 这个就是伸展后面的裹旁肌 小腿还有足底筋膜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最简单 我们用按摩 那冬天大家就会泡脚 泡完以后我们就来按我们小腿肚 这个萝卜腿的部分 那我们手法就是像剥橘子这样子 把它剥开 把后面的肌肉剥开好 所以就是由下而上 把它剥开 剥开 剥开 由下而上 其实还蛮舒服的 所以方法真的都很简单 方法师你说其实家里头 尤其现在过完年 大家稍微动一下也好 家里头的小水瓶 或者有哑铃也可以拿出来帮忙 对 这个就是教大家过年夜饭吃办法 要做一些舒展头颈部的动作 我们知道骨头是不会动的 只有靠神经靠肌肉在动 所以你可以动 代表你的神经你的肌肉 即使受伤还是有药救 首先我要加强就是如果放松 你的胸大肌 阔背肌 然后强化你后面的高方肌肉 很简单 一公斤的哑铃 你只要坐这样往后 肩膀是水平 看你个人 夹肩胛骨 对 你可以请一个人在后面肩胛当中 你可以摸一下 如果你的手指头可以被夹住 代表你功力已经很好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用力不是在手臂 是在后面的肩胛骨 体肩胛肌 还有菱形肌 还有你的斜防肌 最重要你能够抬起重量来 就是你体肩胛肌也在作用力 因为它是伸跟斩 前面是收缩 所以被动的把胸大肌放松 然后主动的把你后面的肌肉拉长 那一拉长的结果或缩短 就造成血管的禁跟粗 所以你新陈代谢 可以把里面的乳酸 有害的物质送掉 所以你做完以后 你会感觉有点酸 有一点热 有点放松的感觉 这时候做完之后 做个反和运动 转肩膀 对 你可以听到 而且头也要配合 对 你的肩膀往中间扫 手是直的 好像在跳舞 对 肩膀贴筛 机械舞 机械舞 对 这样的话就是做缓和的运动 这样子的话 你只要做这个话 你的姿态你可以保持非常的挺直 也就是说你侧面站起来的时候 你的耳朵跟你的肩膀 它是落在肩膀的范围之内 否则的话你这样子的话 就头背了 你如果不矫正 你真的是越来越坏 到时候产生永久的病变 骨头的病变 对外观 还有对你的肢体的疼痛 都不好 是会帮忙 所以花医师教的方法 雅铃拿出来 或者水瓶帮 自己可以更挺直 而且避免这些 后背的腰痠背痛 有问题 大家去找医师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各位观众好 我是郑宇浩医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减糖瘦身 减糖瘦身它其实是一个 最人性化的一个瘦身方式 它可以不用在一个 很强烈断食的状况下 就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 这个减糖瘦身 我们把它拆成四集的内容 我们会从初阶的 到比较后面的 比较进阶的减糖来做介绍 快来加入健康2.0 YouTube频道会员 超市活力班 尊容养生班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喔 请不吝点赞